腹水案例 2018年10月腹部突然大起来 且快速变大 经检查有积水及肿瘤 医生要他进一步检查 他不愿意就每周到推广点来按推 回家也配合内外热源 但半年都没有太大改善 胃口不佳 肚子骨胀 肚子变得 肚子变得大 肚皮发亮 2019年5月开始加强运动慢跑 6月份推广点也尝试用姜粉泥按推 姜粉泥涂抹上下背部原始点位置 与腹部积水肿胀处 让热源直达患处 按推后再用保鲜膜包住 保暖时间更长 热源不易散失 2019年7月12日 腹部变小变软 腹部变小变软 现在胃口好 体力也改善了 腹部变小变软 我常常都是会 有时候可以很很久的 15-20分钟也可以的 但是我以为是我的胃不好 去看那个位医生 然后他就教我去教那个MRI 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狼虫 就是这样子 然后叫我去看那个医生 我就没有去看 因为我知道一看就要开到 因为他要开到拿那个出来 才知道是不是癌症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怕 很怕又不知道做什么 后来就是看那个原始点 那又说过来看看怎么样可以 但是那个也是一段时间之后了 从那段叫那个MRI到来这边的时候 已经大了更多 所以我来的时候是很大的 然后就好像有原始点 我不用去看医院了 这样就好像有一个希望这样子 不知道怎么说 有一个方法不用去看医生 不用去开到这样子 就因为知道那个癌症 我怕他如果是真的癌症 要化疗什么的 我怕我出不去 就来这里玩几天 可能就是有那个希望 所以就建设了 就是这样